在千安宫基隆罵前 基隆市长刘若昌与基隆地检署检察长于立真 及基隆市鸟站主任刘怡胜等检警调首长共同上香祈福 距离年底选举越来越近 基隆市政府与基隆地检署在基隆市区信仰中心千安宫宣布 基隆中原季反会选保平安活动正式起跑 希望在中原季期间将反会选的观念 透过神明的加持升值民众心中 或者是救灾这些的 很多的手法 会选手法有我们发现到的也在影片里面 包括就是好那我知道这些会选的话 我要怎么检举 那影片有讲 有讲 那当然就是我们的一些QR Code也慢慢的 今天会陆陆续续在用爱的方式来传送给大家 民主没有比他的方法 除了教育之外 就是大家能够检举一些不好人 刚如市长所讲的 我们真的把闲人的人选出来 而不是透过这种会选的方式来获得到这个选举 我们基隆中原季反会选的平安活动宣传大使 欢迎我们的连政宝宝 除了增加反会选影片的曝光量 超卡哇伊的基隆连政宝宝 也将在中原季花车游行现场现身 发放限量的平安服带给民众 里面除了有妈祖圣像的平安服 还提供最高1000万元的会选检举密集 今年年底11月26日的一个选举 非常的激烈 那参选的人数非常的多 那选举最重要就是选贤与能 那选与能的基础就在反会选 那维持整个选举的一个公正公平 所以这一次法务部还有最高检的一个 宣导的一个短片 非常的深入 所以我们也趁着今天的这个活动 来宣示反会选的一个决心 以及确保这一次选举能够顺利 这个公平的来进行 那当然也要呼吁所有民众 这个不管是会选行贿 或者是接受贿赂 我想这都是不允许的 那更重要的是说 能够勇于检举 另外在中原季普渡期间 宣传人员也将会突袭式的 拜访宣传提供民众平安服带 及使用的反会宣导小物 希望在大家共同努力下 能完成一场干净的选举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导 好那等一下呢 我们会